只有两种异火的佛怒火莲,恐怕无法对付地魔老鬼,老师只能借用你的古灵冷火了。 念及此处,萧原梅新街一道森白色的火焰,便缓缓飘出,随着第三朵异火的出现。 这片天地间的能量顿时紊乱了起来,感受着天空上突然暴动的能量。 地魔老鬼的面色终于是有些动容,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达到这种层次,看来不能再拖了。 心中念头闪过,地魔老鬼拳头紧握,接着一拳打伤小一心后,地魔老鬼冷笑出声。 凭你的实力,拦不住老夫的,再给你一次机会,现在转身离去。 老夫不杀你,文言,小一心擦去嘴角血迹,也不说话,身形一动便再度略出。 见到小一心那油烟不尽的模样,地魔老鬼眼中杀意抱有, 邪气无尽的寒气迎了上去,两道身影在天空闪电般相接, 可怕的能量风暴,忽然乍响怒雷般的声音。 而此时,萧原手中的三色火莲终于是逐渐成形,望着手中蕴含狂暴能量的火莲, 她的眼神却微微闪烁了起来,三种一伙融合的佛怒火莲, 已是她所能掌控的最强力量。 若以往她自信此物,能斩杀或重伤诸多斗宗强敌, 但今日的对手实在太过强悍。 那七星斗宗的实力,即便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, 想必也能算是金字塔上层的强者。 念吐闪过,萧原张口一吐,一道灰褐色火焰闪掠而出, 望着那从方言三人手中抢来的化身火。 萧原深深地吸了一口炙热的空气,旋即面旁浮现一抹狠力, 心神一动,便将那灰褐色的火焰投入了三色火莲中。 随着化身火融入火莲那一沙, 整片天际所有的声音皆是完全消失, 一股充斥着毁灭的恐怖能量悄然滋生。 与此同时,在战场的另一边, 寒风与苏千的身体突然同时一颤, 而后猛地抬头, 金济的目光望向天际。 当他们发现那毁灭能量的制造者后, 军事面色呆滞了下来, 只见在遥远的天空上, 萧原的手中漂浮着一朵斑斑火莲, 这火莲的颜色比至以往的都要浓郁, 看上去也格外美丽。 然而在这妖艺的美丽外表下, 苏千使劲地咽了口唾沫, 他以往也见过萧原施展那威力不俗的火莲斗技, 但彼时的火莲与今日相比, 几乎是天壤之蝶。 在苏千对面的寒风, 此刻也是面色变幻不定地望着萧原, 他心中震惊的同时, 却生腾起无尽的杀意, 这该死的小子, 好像越来越强了呀, 然而就在这时, 天空上纳控制着斑斑火莲的萧原, 似是心有所感般, 将一对淡漠的目光缓缓投射而来, 寒风顿时一个机灵, 犹如一盆冷水自头顶脚下, 让他浑身都是变得僵命了起来, 如果萧原此刻将手中的斑斑火莲丢给他, 寒风知道今日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的活路, 心头惊惊下, 而后哆嗦着将目光慌芒移开, 望着那一脸惧怕的寒风, 消炎苍白的脸庞上, 不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, 而后他收回视线, 紧紧地盯着面前这斑斑火莲, 要知道, 这斑斑火莲内那股恐怖的力量, 哪怕稍微外泄一点, 这片天际都将会瞬间被摧毁, 而首当其冲被毁尸灭迹的, 恐怕就是他自己, 感受着来自那火连散发而出的毁灭能量, 地魔老鬼的脸色, 首次变得难看了起来, 他袖袍中的手掌, 更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, 他从未想过, 一个自己随手就能碾死的丝心斗黄, 为何能爆发出这种可怕的力量, 地魔老鬼张了张口干舌燥的嘴, 嘶哑的声音缓缓传出, 小子, 你别冲动, 老夫现在就离去, 话音响起, 整片天际再度陷入了一样的安静, 听着地魔老鬼那嘶哑的声音, 无数人皆是有种荒诞的感觉, 一名与院长大人同一时代的强者, 那货真价时的七星斗踪, 居然在面对消炎时, 说出了这般服软的话语, 消炎目光毫无情感地望着地魔老鬼, 在看嘴角引带血迹的小医仙, 顿时微微一笑, 老家伙, 既然你已经来了, 那便彻底地留在这里吧, 话音刚落, 消炎手掌一抛, 那般蓝绚丽的火莲, 便自他手中脱离, 地魔老鬼抱舍而去, 在火芒所过之处, 空间直接被生生地撕裂出一道长长的漆黑裂痕, 宛如世人的真名俱嘴, 望着那悄无声息掠来的火莲, 地魔老鬼浑身汗毛根根竖起, 眼瞳更是骤然间缩成针尖大小, 面对那令他头皮发麻的火莲, 却丝毫不敢怠慢, 地魔老鬼的面色诡异地涨红了起来, 旋即在一阵嘶嘶声响中, 便有无数道黑色寒气, 铺天盖地地从其毛孔中涌动而出, 那黑色寒云喷射间, 还夹杂着丝丝烟红, 正是这淡淡的烟红之色, 让那漆黑的寒气变得愈发阴寒了许多, 血寒即洞天, 阴森的喝声自地魔老鬼嘴中嘶哑地响起, 那寒气瞬间化成一大片寒云, 地魔老鬼所在空间的温度便陡然降低, 天空上更是诡异地掉下一粒粒细小的冰晶, 片刻后, 近乎半个内院都是布满了一层薄薄的冰霜, 就在众人咬牙抵御着那恐怖的寒云时, 天际的斑斓火帘, 也是滑坡长空下如其而至, 一头冲进了那弥漫天际的黑色寒云中, 仅带起一道细微的声响, 显得是那般安静无比, 众人预想中的惊天爆炸并没有发生, 那黑色寒云在这之后便陷入了诡异的瓶颈, 甚至连其外表都没有丝毫的波动, 这般莫名其妙的一幕, 被寒云给禁鼠冻结了, 就在此时, 天空上的苏千面色猛然一变, 急促的立合声响起, 所有内院之人立刻退走, 快合声落下, 苏千几乎是闪电般对着后方暴退, 而那些内院长老宇众学员, 虽心中疑惑, 但因苏千评语里的威严, 此刻也是在听了她的声音后, 条件反射般, 哗啦啦的逃离而去, 一旁的小一仙也在此时翘脸微变, 她同样感受到了飞色寒云中, 突然涌现出那股可怕的毁灭性力量, 当下她身形一闪, 来到紫妍身边, 一手抓住其衣领后便撤退而去, 与他们同样逃命的, 还有那一众魔眼鼓强者与寒风, 一时间这一片天气变得格外怪异了起来, 所有人都有逃难般争先恐后的, 想要离开这片战场, 与此同时, 那安静许久的黑色寒云, 突然猛烈地翻腾而起, 斑蓝的色彩若隐若现, 然后一道百丈庞大的斑蓝火浪便碰得一声, 自寒云内席卷而出, 那些逃得慢的魔眼鼓强者, 瞬间被化为虚无, 连灰镜都未曾留下一点, 接着火浪如风暴般继续扩散, 内院中大量建筑在这火浪下, 化为漫天碎石, 内院外那近千米的森林, 也是在这一煞, 被遗蔚了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地, 见到那紧一波火浪便造成如此可怕的破坏, 苏千忍不住浑身打了个哆嗦, 结合出声,还有一波火浪都小心点离远些, 听到苏千的话语, 这一次不论是魔眼鼓之人, 还是内院众人皆是拼了命的疯狂后退, 就在苏千暴退时, 其目光突然看到, 位于战场下方的内院中, 还有不少学员存在, 当下他面色变得更加苍白的些许, 急忙大喝道, 所有学员快找地方隐蔽, 和声响起, 内院再度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, 无数学员刺下逃窜, 勤找隐蔽之处, 现在他们也算是看明白了, 天空上那可怕的斑斑火帘, 自从射出后, 便已脱离了硝烟的控制, 就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, 那漆黑寒云中, 陡然升起一轮宛如耀日般的庞大火球, 在那火球内所蕴含的毁灭力量, 直接是令周遭空间极度扭曲起来, 一条条漆黑的空间裂缝, 如无数毒蛇般若隐若现, 望着那巨大的火球, 在场之人包括他的制作者硝烟, 皆是面色变得惨白了起来, 众人都知道, 若这火球爆开, 恐怕内院及方圆百里, 都会请客间化为虚无, 对于这火帘为何会变得如此恐怖, 萧原也不清楚, 他在火帘投入黑云的瞬间, 便彻底失去了控制之力, 在他想来, 或许是因极热与极寒两气相互碰撞下, 产生了些许一变吧, 但不论是什么原因, 任由这个火球爆发开来, 内院所有学员将会尸骨无存, 念及此处, 萧原心中不由地苦笑一声, 这次似乎真的完大了呀, 深吸了一口气, 萧原某中闪过一抹狠色, 再度取出一把丹药塞入嘴中, 他便强忍着经脉传来的刺痛感, 喷出一口惊血于双手后, 开始结出一个个复杂的硬结, 不管怎样, 这火帘终究是萧原所创, 虽说先前失去了控制, 但他依旧有办法再度掌控, 但那种代价却相当之大, 可能是即便休养一年半载, 也难以冲回巅峰, 但此时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, 被鲜血敬红的双手, 缓缓变动着硬结, 他那漆黑的眼眸中, 也是逐渐涌上浓郁的血丝, 就在他准备拼命之时, 双眼却骤然一缩, 因为他惊恶地发现在那恐怖的火球旁, 此刻正有两道苍老的灰色人影诡异不现, 旋即两人对视一眼, 便从绣袍中探出两对干枯的手掌, 缓缓截起起奇异的硬结, 借着两根干枯的手指, 凭空轻轻滑下, 众人便惊骇着瞧见, 那巨大火球所处的空间,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然撕开, 一个宽大的空间裂缝悄然浮现去, 沧桑的声音响彻而起, 一股可怕的进风骤然涌现, 将那蕴含着毁灭力量的巨大火球, 缓缓推进了漆黑的空间裂缝中, 当火球彻底消失了一杀, 这片天际恐怖的高温顿石降了下来, 紧接着, 那两道灰影指尖黑芒再度闪烁, 巨大的空间裂缝便迅速被修复而去, 天空之上重新变得光滑如镜, 做完这一切, 那两道灰影方才松了口气, 他们这一手也让在场众人陷入了呆滞中, 举手投足间撕裂空间, 驱逐毁灭火球, 这种一天的力量, 难不成是斗尊强者, 遥遥天空之上, 萧炎望着那消失的巨大火球, 也是松了一口气, 任由那火球爆开, 恐怕他便是毁灭内院的元凶, 这对萧炎来说, 相当于噩梦般的事情, 看来任后要施展毁灭火莲, 得三次而行了呀。